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 这个要往下讨论 就叫维他一个相关的这个新闻 昨天央行召开记者会 做一些例行性的一些总体经济 包括货币经济的数据的公布 台股用钱炒 钱还是非常多 M1B增幅飙高 全球宽松货币风潮 造成热钱示意 央行24号公布 二月货币供给的总计数 总计数量是M1B M2 年增率持续飙高 其中象征股市资金活水 M1B年增率涨到18.57% 涨蛮多的 写下2010年4月以来 近11年的高点 国内货币存量M2年增率 更是创1999年8月以来 21年半的新高 所以几金追了 M1B M2都是增加了 特别是M1B拉的幅度非常的高 另外相关信用报告说 央行统计也显示 象征散户投资信心的 证券划波存款余额为 两兆8097亿 金追几年 续创历史新高 较前一个月增加了450亿 央行研究处的副长蔡惠美 蔡老师说 二月台股指数创加历史新高 证券划波账户余额也续增 央行统计显示 二月股价平均 股价指数为16081点 16081点 创历史新高 单月大涨529点 相关数据也在这边 这个跨波存款余额这么高 这么多钱 所以台股做一个简单的展望 这是两股东风之一吗 目前台北股市就反映两个题材 一个就是资金行情 是 从刚刚的这个M1B 出现大幅度的一个攀升 这个幅度在你的专业经验里面算 我觉得算非常抖的 对 非常非常抖 还有这个所谓证券划波余额 这边也是出现大幅度的成长 这个其实应该是看得起来就是 目前台北股市都是属于这种 所谓的一个散户 这种所谓的一个蚂蚁雄兵 在这边往上去做一个辞成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上次有提到说 其实在今年的第一季 或者是再生到第二季 基本上我们营收的YY的成长幅度 应该都还是蛮大的 因为去年刚好这个时间点 是碰到这个新冠疫情的一个爆发 所以很多的公司 它的企业基本上营收都挂蛋 或是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其实再两个题材 一个就是这个我们所谓资金行情 一个就是在整个所谓的企业的营收 获利的一个成长这部分 会支持股票市场持续往上去做走高 OK 好 那副总刚刚你这样在这个M1B M2 都有戏剧性的 我用戏剧性说真的 我有限的观察觉得涨了蛮多 那对于未来我们在做基金的投资上面来讲 这两个指标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我们来看资金多 我们为什么每次都要听鲍尔跟叶伦的谈话 也就是说他们还是会先以失业率降到一定的水准 以往来看真的会拉升通膨的 失业率必须要到4以下 甚至要看薪资开始也有通膨上来 所以在美国的话并不是只要油价涨 然后马上就有通膨 对所以以往的经验来看 联准会的整个利率的政策去调控QE的缩减 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所以这是从上次景气 从2008金融风暴之后 其实调控的一个过程 可以发现市场也的确在殖利率第一波先蓝色这条线所反映的 大幅的降息之后对于景气有刺激作用 所以殖利率马上就反弹 所以这波一样斜度比较高 可是之后它QE的一些缩减 其实景气除去复苏 为什么殖利率反而也是往下 其实因为中间有发生包括债务危机 然后有价大跌 但是到后来当然景气状况又不错 真正联准会升息也是到了2015年以后 所以其实联准会它是一个 会用比较长期的一个趋势来做这个调控 所以这一次我们也必须讲说 为什么联准会一直提到 就算短期内殖利率或通膨有到2%以上 它还是不会有动作 是的确它要留多一点的景气好一点的空间 是因为毕竟我们也是要提醒风险 就是拜登后续有加税等等这些策略 这些政策出来其实都会压抑 殖利率又再往下 也就是说有一些股票 的确会受到一些打击震荡 所以还是会留意股票还是震荡的 只是我们要提醒到 现在大家所有的焦点都在通膨跟殖利率 它有一点是对股市不利 这就是我们刚刚的结论 它是假议题 股市回涨就是资金太多 赶快去炒别的题材 所以就投资人而言 我们还是的确整理出 真正联准会在殖利率的一个走势 就是你看在2009年 曾经就回到3点多 但是到2010之后 连续3年殖利率是下降的 那之后真正联准会升息 是在2015 所以如果你真的去把之前的经验 包括通膨实际上的状况 跟联准会真正出手升息 的确中间就像联准会说的 他们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必须是持续景气已经过好 然后通膨 而且是持续的连续上升 那这个他们才真正会有动作 所以对于投资人的策略 我们提醒的就是还是在 产业布局的分散性 所以你要一直留意 哪些板块已经开始变动 你到底特别说不要跟联准会对作 没错 我现在会不会变动 不会变动了 我现在不会 我现在很会 其实就是一直听他们 所以可以发现每一次在联准会官员 有讲话的时候市场都有点紧绷 会先跌一点 然后他一讲完盘中就像起三温暖 所以对投资人而言 我们还是提到资金还是非常多 所以资金的乱流会影响到我们的投资获利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角兔有三窟 三窟都先布局好 哪一窟先有表现我就先收割 收割的部分再去把填补另外一个 就是别人不理性 但是我们很理性的话 这样是可以赚到钱 所以追逐有可能赚不到钱 就是板块的轮动 我们圈起来红色的部分 就可以发现去年纳斯达克跟道琼 已经出现了你追我掌的角色互换 有点逆转 然后再来蓝色圈起来的 罗素三渐成长指数跟价值指数 这也是一个对比 那这种在以往美国股市 享有的是同一个经济体 同一个总统的政策 同一个联准会 怎么有可能不同的股票差异这么大 这就是我们现阶段 可能到第二季都会持续的板块调整 所以这个是投资人要特别留意在 国家产业跟你的布局上 今年第二季一定要很均衡的配置 所以要多元布局以应应 这个整个投资板块的位移 这样一个潜在的风险 但也是机会了 真的 副总你蛮厉害的 你有没有学习教科书 经验我们都说没有专家 因为这种就是 大家都是叫做消息行情 都听消息面 所以我们说只要用策略 才可以战胜这样子的W型市场 我刚才仔细听副总的说法 因为常常讲不要去追 那浓浓堆真的风险很高 动不动还被双疤 其实我那一看一个人 在讲他的投资的苦难 双疤 我会想想 我有可能会犯这个错误 所以我们说话在那里 情绪的波动太大 一天就被双疤两次 涨没买到跌 我都负得到 真的非常痛苦 好我们来看相关后续的讨论 这个台股的短线 这个区间震荡 那走势端在美股美债的脸色 那美债殖利率不仅影响美股 也干扰台股的走势 尤其是台股电子股 受到美债殖利率上扬的拖累 也出现回档修正 因此即使台湾经济 有基本面的支撑 不过台股未来能否持续 多头的格局向上攻坚 仍需要观察美股 及美债殖利率的走势 预期台股短期间的这个盘势 但将呈现区间震荡的整理 要整理多久 整理多久 这个答案大概只有上帝才会知道 上帝没有托梦一下就对了 他主才会托梦 好 其实我蛮赞成刚才这个 罗副总说的 就是其实目前的一个资金 其实是很多很多的 但是因为就是位阶不同 在过去一年 其实因为疫情关系 其实比较不受影响的是科技股 所以科技相关的一个个股 在去年表现特别好 可是一些受到疫情相关的 包括像是旅游 或者是这个饭店 或者是航空 他们就会比较没有表现到 也就是因为钱太多 但是因为个股位阶的差异太大 所以说集中在科技股 对过去是这样 但是因为现在大家已经不太敢去追高科技股 所以才会有现在这种所谓的类股轮动的一个架构 就是钱很多 电子股我买不下手 那钱要拿出来去哪边买 买一点 比较没想到的 包括像航空 包括像是金融 或者其他的一些航运股的一个部分 或者是原物料这些都是 是原物料 对最近也有 还有甚至包括旅游饭店 旅游饭店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四月底五月初要去澎湖演讲 我昨天去订房间订不到 找我啊 我这个门路很多 我乱扯了 说那个什么 说那个喜来登扶棚已经被雄狮包下来 对 好夸张 那天我们那个导播妹妹还在讲说买华航 我说买上游比较好 华信没有了 华航航 我说买上游比较好 对啊 所以我来想说 现在其实在整个这个旅游的一个复苏力道 其实真的相当相当的强势 并不像就大家想说 那个还在疫情的一个影响下没有 其实已经 已经存存欲动 已经动了 动给你看 对 所以我这个消息听完之后 马上回去看熊市的股价 哇 涨一大波一百多块了 对 对 所以其实大家不要以为说 虽然说疫情这个还没有完全的一个消失 是 可是我认为说 其实在某些经济环节上 所以某种程度春江水暖压仙支 压仙支就是禽兽的眼睛已经看到了 对所以这些 在去年比较惨的这些的一个类股跟产业的个股 可能在最近在今年可能去年蛮衰的 但今天搞不好换他们做表现 而且我觉得维泰其实在去在之前就已经有提醒过这些了 对对对 接下来我们要注意这几类 然后那个布局恐怕就是要以他们为重点 所以其实维泰工作做得非常认真 上为下态投资大师 不讲假的 他都有提前提醒大家 所以现在正好就是进入了那个 哇 你看大家要开始旅游复苏了 是 航空的这些等等就要开始 机票买不到 对房间离不到 所以观光类股 交通的 其实有很多做那个餐饮的 有啊 其实你看到 最近有些餐厅股 其实像网瓶啊 你看那个餐厅股 有的人现在感觉坐分量去比较早 但是都比较吃 餐厅股 对啊 我那个朋友他们在做那个门市街里的 他们有个数据很有意思 他说 你用电子支付刷卡是一回事 你看他拿现金支付的状况 客单价是一个指标 还有一个很细微的指标 他有意思 他说真准 他说真准 拿一千块钱还是拿一百块钱 我说蛤 有差吗 我去吃一顿饭 三百五十块 我拿三百五十 叫一张三张一百一个五十 跟一千拿去啦 那种感觉 他说有差 我说我还真的被他们 他们拿数据给我看 有差 那种支付的 我说那个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想不起来 都用大钞的 对 对感觉说 他们说那个 真的会跟那个营收是同步的 甚至他说有点早 这么早起指标的那种概念 我说那值得大家参考 最近的确在参与的时候 拿大钞出来比较多 就消费的意愿 消费的意愿 或是那种乐观程度 乐观的气氛比较高 这给大家做个参考 不然打断这个 这个维泰的说法 台股指数区间震荡 休息以后可以再重启涨势 最近这样 弃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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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要怎么样 好 其实这边也是要顺便就是回应刚才的文家哥的问题 到底要修正 到底要修正 或者是要沉寂多久 才马上就走高 其实答案大概没有人知道 那什么时候会知道 就是看到行情的成交量出来的时候 成交量 对 我们看一下这张K线图是OTC 就是加权市场的一个OTC的指数 你可以发现到其实OTC的指数 它在前面这一次 在中间这一段 还有后面就是在过年之后的上涨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发现到 我特别用两个圆圈圈圈起来 在这两个圆圈圈里面都是它的成交量 我们可以发现到成交量的变化是像走楼梯 一样的往上做一个推升 走楼梯 不是坐直升机 不是坐电梯 对 一定要用走楼梯的方式 一步一步上 它不是收起来这样就对了 如果说你是突然爆一天的大量 隔天就没有 就像放烟火一样 那要小心 对 那行情可能就是短线 所以如果说它是属于缓步往上做推升 缓步区间一步一步走上去 对 这代表就是追价的买盘 所以你认为你特别圈出来这两个部分 这样就一步一步起来 这个也是一步一步搭起来就对了 对对对 起码是昨天有人买 今天也有人买 可是今天买的人比昨天更多 OK 它是用堆砌上去的 所以这个现象是好现象 对 这种现象才是比较好的现象 但是要特别提醒那种坐直升机的 对对对 坐电机的那种反而不好 OK 对 你坐直升机上山 这种比较稳 OK 比如说那个底撑的比较稳的意思 坐直升机上去坐直升机下来 很血腥的描述 好可怕 好 刚才是OTC的部分 但是我现在讲 就是这张图是这个 这个加权指数的部分 就没有刚刚OTC一样 OTC叫做贵买是不是 OK 对贵买市场贵买指数 over the counter 就是贵买指数 那现在是台股的加权指数 对对 那你看 加权指数 它在最近这一两个月 或这两周 你看它的成交量 就没有像刚刚这个贵买指数一样 有出现那个往上 往上走楼梯的价格 它是缓步慢慢下楼梯 那就是 就你刚刚文家哥说 一天出大量之后 马上就没有了 一天出大量之后 马上就没有了 就这个 来 搞不定 这个大量 这支 你如果高点黑线 再来就下了 再来 高点 再来就没有 OK 你要提早跟大家讲 你那 是啊 你脸是要开直播 还要讲一下 那这个意义是什么 这意义是说 其实在 你看可以 比较这两张的 这个成交量 就知道 OTC 它的往上走走高 它是属于 这个属于走楼梯式的 对不对 但是那集中市场 加权指数 是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前面是一步一脚印 缓步区间 是 那这个就是 突然有个波峰高起来 那时候 没有后面的 支撑的力量 慢慢 托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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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 所以刚才文家哥说 那这个到底要 这边要纠结多久 就很简单 去看成交量的部分 如果成交量有出现 今天 例如说2500亿 明天2800 再后天3100 然后再后天3300 3500 它就是有缓步 电高上去的 就表示 其实这个行体 就慢慢慢慢 再做一个加温 所以这阵子的收链 震荡之后 已经开始有个底了 大家有谱了 所以你认为 成交量是一个指标 对 成交量是一个重要指标 那这个加权指数部分 你认为还 还要在等吗 看来 OTC 看来OTC比较乐观一点点 其实现在指数 我倒觉得不用这么在意 因为其实在这几天 我的观察就是 反正有人好像 不太希望它跌 有人 什么意思 你有沒有觉得就是 他只要回到16000的附近 然后就会有 重要的关键人物出来成盘 例如说之前是 之前是这个 日月国泰金 富榜金 就是在过年之后 然后开始由这个鸿海 人家去在成盘 然后昨天换到谁 换到联发科 就是大家他就会找一个 大力光也有点点小角色 对 所以就是说 会有关键的力量 在一个关键的水平的时候 他会出来顶住大局就对 像今天就是台积电 往下大股收这个机率应该不大 我认为这边 那旧式的英雄 轮流座 轮流座 这个概念 比如说科技股之外 传产金融原物料等等 也是这个概念 对 因为其实在 在今年应该说 就是有一些位阶比较低 就是没涨到的 他就是有机会 要轮上做表现 但是在之前 涨的比较多的 在相对高 党力做联发科 他其实这一波 也回档大概100块钱左右 没有很多 所以其实我觉得 没有很多 100块没有很多 你真是大户 你真是大户 什么吃鲑鱼 该做脱落 这真是没意思 你看 900块钱 拉回100块到800块钱 那也是钱 很多 这才10% 这实在是 我说怎么在讲 这个百分比 他拉回幅度 不像说有些个股 是拉回两成三成 但这些好的股票 他拉回幅度 其实有限情况之下 他其实一旦行情趋稳 他又会再度扮演 这个所谓 补涨 又会涨回来给你就对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边就是 台股攻坚向上 有哪些关键点 麻烦 这个大家最关心的 最注意的 好 我会特别会观察 三个 三个这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就是 刚刚提到的人气 就是成交量的部分 有成交量就代表 他有人气 那成交量怎么看 刚刚已经教大家 就是要 需要他看到就是有像 走楼梯的这样的方式 去接机式 往上去做走高 走楼梯不是做直升机 好来 好再来 然后第二个 希望盘面上面会有主流的类股 因为主流类股 出来才会有标的的产生 好 这个主流类股 比如说 比如说IC设计 IC设计 比如说原物料 板倒体 对 或者说OK 当然都这种 金融或什么之类的 好 那在这个大铺头里面 再找到一个领头羊 一两个领头羊 对 所以你有主流类股就代表 这个市场上面有共识 对这个族群有共识 那大家会一起把资金往里面拱 OK 这才是一个真正有机会走出 颇段多头的一个现象 而不是单打独斗 只有我一个 定国基不容易赢 定国基不容易赢 打群家不就容易赢 是的 非常有街头智慧的一个建议 好再来 再来第三个 台肺股市 其实还是要看一下外资的脸色 如果外资这边持续三不五十 卖个这个100亿200亿 其实要往上出现颇段大涨的机会 我个人认为机会比较小 所以外资的一个动向 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至少我们要看到外资 他不要动不动就大卖 那目前来看 卖够了吗 这压力是没意思 我们就来 就以台积电为例好了 台积电在上一个礼拜 一直到昨天为止 基本上他都是在 都是大卖 都是大卖 就是说3万张5万张 就是有些高达6万张的卖 等等的卖单 卖超 甚至他都是外资卖超第一名 可是昨天不一样 昨天其实卖超第一名不是台积电 是群创 第二名是友达 第三名是长龙海运 然后台积电是第四名 台积电的卖超张数 从原本的4-5万张 到昨天降到2万张 OK 这个讯号就告诉说 买到差不多 就是他有点 卖的力道开始缩手 如果压的力道开始缩手之后 就像皮球一样 它会往上弹 像水藏效应 这边压 这个那边就会鼓起来 OK 好注意哦 这个维太的一些建议 小细节请大家注意一下 对所以如果外资他在没有在持续的压盘 那回答我坏心 你现在没要锡台积电 你回来锡我的富邦金 我也够帅 那到底是要怎么锡 没有 外资他要他要卖 他到底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判断的敏感 对不对 他现在不卖台积电 回来卖譬如说我的银花 我们的鸡水 我乱讲 我乱讲 有没有什么可以判断他们 其实外资在卖超的选择上 他们会选择 第一个就是要好卖的 好买 好买 就是他量比较大的 我要多少 我要出多少 都有多少可以出的 所以其实台积电 为什么在前阵子被卖得这么凶 因为他知道台湾人很爱买台积电 我要出有人要求就对 有人要求就对 要接就对 有人要去接我就我就出给你 OK 这第一个条件 这第一个好处 其实你看台积电 往往就会变成 我们说的外资提款机 甚至说金融股 其实金融股获利没有很差 可是因为他当他要去做提款 说他要先挑一个好卖的 好卖就是第一个要好处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说他前阵子有涨过一段时间 这时候卖他比较不会有什么 他比较不会有损失 他自己有赚 他自己也有赚 他也有赚 对 他不会做赔钱生意 OK好 那时间点其实跟美国股市有比较大相关 他资金要做跨国的移动 你现在要回去美国 卖台股回美国 对 所以当美国股市状况比较差的时候 基本上在台北股市 他也大多数时间都是站在卖房 OK 是是是 所以也要注意 这个美国人这个黑手 不要讲黑手 所以岩华不用担心 因为岩华量没有那么大 OK 是的 太好了 终于富� прям 终于富翘 大家可能终于富翘